欧洲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11号宣布 退出中共主导的北京与中东欧国家交往的合作平台 原来的17加1合作 继去年立陶宛率先退出后 进一步减少为14加1 两国在声明中仍提到欧中合作 但都把人权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纳为前提 现在27个欧盟国家中 包括捷克在内有9个国家仍留在14加1平台 但捷克国会众议院今年5月已通过决议 要求政府退出 捷克欧洲事务部长贝克在奥地利新闻报时候 看出的专访表示 欧洲与中共来往时要小心 不要犯过去跟俄罗斯来往一样的错误 以为中共是可靠的伙伴 贝克表示有些捷克人因为亲中派其慢的缘故 以为中共很活跃 事实上中资的影响力很小 相较之下台湾才是重要许多的经济伙伴 立陶宛外交部长兰斯伯吉斯10号也指出 中共的施压胁迫反而刺激立陶宛致力让出口市场多元化 并改变出口结构 今年前六个月 立陶宛产品对印太区域的出口总额较去年同期成长约60% 其中立陶宛产品对台湾的出口额成长30% 总额达1150万欧元 新唐人亚太电视姚翰宇综合报导